娱乐周到无需客套 大家好我是小鲤鱼 霍启刚和郭晶晶这对豪门清流夫妇 不知不觉结婚已经9年了 他们几乎只要分享甜蜜日常就会上热搜 之前霍启刚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视频中提到 郭晶晶曾经为我叠过信用心 喜提热搜引发网友调侃 豪门的爱情就是这么朴素 网友虽然在调侃 但语气中更多的是对他们的羡慕 网友一边在羡慕他们的神仙爱情 一边在羡慕郭晶晶的好命 的确郭晶晶有让人羡慕的资本 他自己就是奥运冠军 退役之后直接加入豪门 婚后丈夫疼爱儿女双全非常幸福 可是郭晶晶令人羡慕的只是这些吗 婆媳关系一直是人类的千古难题 豪门婆婆就更难对付 但郭晶晶不需要担心 因为她跟婆婆朱灵灵相处得很融洽 婆媳之间关系很好 朱灵灵是一个比较开明的人 在霍启刚与郭晶晶结婚之后 她曾在媒体面前表示 自己不会像别人一样催生 她尊重孩子们的想法 顺其自然 除此之外 朱灵灵很宠郭晶晶 她曾在郭晶晶生下孩子之后 送郭晶晶30万名表 这样的豪门婆婆是很多嫁豪门的女星都求不来的 网友议论朱灵灵不帮郭晶晶看孩子的时候 郭晶晶也出面维护婆婆 说婆婆经常帮自己照顾孩子 还说孩子隔三差五就去找奶奶玩 爱是相互的 婆媳关系融洽 却是情理之中 郭晶晶婆婆朱灵灵 她也是曾经宏极一时的传奇人物了 1977年 朱灵灵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 由于长相出众 聪明机智 她获得了那季的冠军和最上进小姐 是第一个获得双料冠军的港姐 新闻媒体一致称赞她 气质高雅 港姐中的港姐 美女总是受人追捧的 港姐就更是富豪们钟爱的类型 朱灵灵的魅力让无数男人倾倒 豪门公子霍振婷也是之一 在学妹结束后不久 朱灵灵在出席一次活动时 被安排和霍振婷见面 两人就此结识 霍振婷对年轻貌美的她一见钟情 迅速展开了爱情攻势 她给她送花 带她去高档餐厅吃饭 夸赞她 她像个拼拼公子 谈吐自如 未安适逝的朱灵灵 很快就沉醉于霍振婷的密冠中 之后两人就开始谈恋爱 相恋不到一年 霍振婷与朱灵灵就步入了婚姻殿堂 对于这段恋情 朱灵灵母亲并不是很看好 一入豪门深四海 她怕女儿嫁入豪门不会幸福 怕霍振婷会辜负女儿 可惜彼时的朱灵灵深陷勤王 根本听不进母亲的劝告 她还很开心的希望家人祝福自己 反观霍家 他们对这段恋情却是截然相反的态度 霍振婷的择偶对象 得到了父亲婚姻东的首肯 她不仅认定了朱灵灵这个儿媳 还要大肆操办婚礼 霍家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给了朱家千万港币做彩礼 摆了360桌酒席 各界知名人士也都出席了他们的婚宴 后来婚姻东说出了大半这场婚礼的原因 彼时霍振婷需要将事业拓展到海外 可她还没有名气 朱灵灵港姐的身份刚好可以给她带来声望 公主与王子步入婚的殿堂 是童话故事的完美结局 可是现实也是这样吗 作为豪门望族 霍家对家族女眷有很高的要求 霍家要求女眷不可以随意抛头露面 这条规定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无足轻重 可是对于朱灵灵来说却是个大问题 朱灵灵是新时代的女性 她喜欢游泳摄影跳舞 喜欢新鲜事物 可是家规束缚了她 她只能放弃自己的爱好 朱灵灵感到压抑 她不想当金丝雀 她听从姐姐的建议到英国开了首饰店 结果却被霍振婷呵斥不安分 对丈夫的指责 朱灵灵选择了妥协忍让 霍振婷因为工作繁忙 几乎没有时间陪伴她 朱灵灵婚后没有感受到 豪门太太的惬意生活 却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可即便她做出那么大的让步 这段婚姻还是出现了问题 2000年传出霍振婷 与一个女主播暧昧的消息 朱灵灵质问霍振婷 可她只是云淡风轻地回了一句 男人嘛 这种事难免 事后朱灵灵很生气地搬出了霍家大宅 她的举动被媒体怀疑 因为婚变才离开大宅 因为霍振婷处于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婚姻东出面 劝朱灵灵顾全大局 而朱灵灵再次选择了妥协 然而这次事件之后 霍振婷与朱灵贸合审理 沟通越来越少 矛盾也在不断激化 最后两人在2005年正式离婚 朱灵灵还借好友叶倩文之口表示 自己与霍振婷在1999年就分开住了 这场维持了27年的豪门童话 就这样幻灭了 所有人都觉得朱灵灵为霍家生了三个儿子 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分点霍家的家产那不是应该的 但朱灵灵可不这么想 财产人家根本不稀罕 只想一门心思的离开 困了自己27年的霍家 为了尽快和霍家撇清关系 朱灵灵没有大吵大闹 没有争夺遗产 给霍家留足了点面 她离婚的时候已经47岁 还被媒体嘲笑为豪门气腹 不过朱灵灵是幸运的 她在离婚之后 遇到了她的第二春 这个人就是罗康瑞 罗康瑞也是出自豪门 她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在2000年猪祸发生婚变的时候 陪伴在朱灵灵身边开导她 被她吸引 她离婚后便开始追她 不过受过伤害的朱灵灵 变得谨慎和理智了 离婚后三年 她才放下防备 朱灵灵和罗康瑞 2008年在新加坡低调完婚 罗康瑞未表明真心 在结婚当日将家财与朱灵灵分享 婚后罗康瑞对朱灵灵疼爱有加 她经常陪朱灵灵逛街 替她拎包事无巨细 她处处照顾到朱灵灵的感受 最重要的是 她还支持朱灵灵的爱好 支持她的摄影事业 在这样幸福的生活下 如今已经62岁的朱灵灵状态非常好 或许是因为她知道做豪门媳妇的不义 所以对待郭晶晶才会格外宽容慈爱 而郭晶晶在霍家受宠 还与一个人的态度有关 在当初郭晶晶与霍启刚的恋情曝光后 舆论的风评大都是对郭晶晶攀龙赋奉 想加入豪门的冷嘲热讽 他们的感情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而郭晶晶却在面对质疑时 平静又不失霸气的宣称 世界上豪门有很多 但奥运冠军只有一个 可见其不卑不亢的性格 倘若加入霍家的命运 只能是豪门怨妇 郭晶晶显然不会答应 这一点从他迟到与霍启刚相恋八年才答应求婚 就可以看出 郭晶晶并没有被豪门阔态的身份 迷失掉自己的双眼 而公公霍振廷在他们的世纪婚礼上 开口的第一句便是 感谢晶晶愿意下嫁到我们家 婚后不久 这对新人便有了爱情的结晶 唯一胎便为霍家添了一名男婴 公公霍振廷当即奖励 郭晶晶和孩子近三亿的房产和基金 第二胎更是喜得千金 一下凑成一个好字 霍家上下都大喜过望 这一次奖励更是高达十亿元 这些奖励也从侧面印证了郭晶晶在霍家的地位 所以到了如今的第三胎只有区区三十万 外界的各种猜测也就不足为奇了 就在媒体议论纷纷的时候 还是婆婆朱玲玲出面一句话道出了原委 都是一家人了 再给奖励的话就会显得生疏 朱玲玲面对媒体时这样解释道 这下大家终于明白 并不是二人夫妻感情出现问题 反而说明这九年来 郭晶晶和霍家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在人际关系复杂的豪门里 赢得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说到这对婆媳关系 也一直令很多家庭羡慕 作为婆婆 朱玲玲不止一次地表示 能娶到郭晶晶这么一个好媳妇 是霍家的荣幸 作为儿媳 郭晶晶也同样经常夸赞 并感谢婆婆为自己培养了 这么知书达理的老公 至于霍振婷说郭晶晶心狠 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家庭生活情境 因为郭晶晶与霍几刚结婚后 夫妻二人并没有统住 二十五亿霍家大宅 而是选择一点六亿旧别数 独立低调地过起自己的小日子 所以平日里受繁忙的霍振婷 需要专门抽时间 去看望自己的孙子 某天当霍振婷 兴致充冲地跑来 看心爱的孙子时 本想着腾出点时间不容易 可这会儿正好是小孩做功课的时间 爷爷想让功课推后 把这点难得的时光尽可能地 用来供许天伦 小朋友就更甭说了 正是贪玩的年纪 可谁曾想作为母亲 郭晶晶谁的面子都不给 严格要求儿子 按时完成功课后 才能去和爷爷玩 这样平日里 威风八面的霍家长们人 瞬间尴尬了 才会觉得这个儿媳心好狠 霍振婷之所以觉得 郭晶晶心狠 背后还有一层更生的原因 就是两人的成长背景不同 要知道 虽然霍振婷是郭晶晶的公公 从年纪上来说是老一辈 但是作为霍云东的长子 霍振婷也是 喊着金汤石出生的顶级富二代 这当然不是说霍振婷就不够努力 但很明显 她很难设身处地地理解郭晶晶 一个出生于河北普通工人家庭 成长在八十年代 物质生活还不算丰富的大陆 是如何一步步刻苦训练成长为举世瞩目的奥运冠军的 但是这些经历磨练出的品质被霍振婷的母亲 陪伴霍云东白手起家的吕燕妮 视为无价之宝 这位老人非常清楚 对一个超级大家族来说 一位贤内助是多么的重要 而且霍启刚作为霍家的长房长孙 从小便是奶奶吕燕妮心砍上的肉 可见吧 霍启刚捧成宝的吕燕妮 对自己这位孙媳的选择不可能不过问 霍家上下也不可能不遵循老人家的意思 当初霍家二少霍启山与张子怡热恋 却没能步入婚姻 就是没过了老太太这一关 而当得知长房孙媳是郭晶晶时 老人家无比高兴 因为除了奥运冠军的光环 能帮助霍振亭主管的霍家体育事业外 郭晶晶婚后还非常低调 虽为阔态 但是依旧能扎几块钱的皮筋 穿一两百的鞋子 经常素颜休闲服 跨着个环保袋就上街买菜了 这些点滴都让吕燕妮坚信没有看错人 甚至在郭晶晶生下投胎后 老人家顶着近90岁的高龄 亲自去医院看望母子 因此郭晶晶在货家的地位 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 吕燕妮的鼎力支持 从郭晶晶的豪门生活可以看出 幸福的婚姻真的与金钱 没有直接的关系 很多家庭因为经济拮据 而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 也有很多豪门因为财产巨大 甚至出现你争我夺 亲者便稠目的情况 钱是冷冰冰的 他不会主动挑起人的矛盾 只不过是人心作祟罢罢了 郭晶晶表面嫁给了豪门 实质是嫁给了爱情 表面会难免于豪门内斗 或者接人理一下的境遇 实际却活出了自我 赢得了尊重 这些不是钱能决定的 而是人的选择决定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